一片片口罩在机台上都被盖上钢印 除了标明Made in Taiwan 后方也标上MD也就是医疗用 MIT和MD字样首度曝光 Made in Taiwan 位于桃源的口罩厂是国家队成员之一 日产20万片口罩供实名制贩售 这回成为全台第一批取得四组模具的工厂 抢先曝光双钢印字样 对照旧版国产口罩 新版除了会印上台湾制造字样 还会附助MD医疗用 目前是第一版的公版配发在口罩国家队使用 那至于说如何去辨识 这个请各位民众还是要依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 正式的公告为主 尽管还不是中央公布的最终版本 不过民众从17日开始 正能在药局买到双钢印实名制口罩 中央推新册防毒不效业者 地方当然也要加强击查 我们已经有列了击查计划 那市长也会带队 这个不定时的去看 那因为我们口罩工厂都有列册 所以口罩工厂的部分是全面清查 那大致上已经清查一轮了 之前爆出嘉丽和豪品口罩国家队 将中国制口罩混入国产口罩 还流入市面造成民众人心惶惶 如今将印上MIT和MD双重认证 不让不效业者有机会 鱼目混珠 华宇星晚成绵 今天一例请桃园报道